台湾工业研究院今天7号在台南市归人区的 沙伦绿能科技示范场域举行的国际论坛 邀请了太阳能光电协会产业界代表 以及来自像日本、荷兰等地的专家 沙伦场域孕育一系列前瞻科技 已经进入适量产的阶段 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业界对绿能的投资以及国际合作 工业院举办绿能国际论坛 邀请太阳能光电协会产业界代表 以及日本、荷兰等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目前研发的TOPCON太阳电池光电转换率 深具国际竞争力并以商业化生产 现场展示的可挠性光电模组 则结合高效的TOPCON电池 可用于特殊造型的建筑立面提供更灵活高效的应用发展 那可挠它有很多功能 它具有可挽曲 然后可以应用在一些像汽车的屋顶 那因为它的这个可挠性 所以我们在应用上面就比较有更多的应用的发展空间 王汉英所长表示 沙轮场域孕育的一系列前瞻技术已进入适量产阶段 将进一步促进业界对绿能的投资与国际合作 经济部南院书长邮政委也专程南下出席开幕 并指出随着AI在台湾的蓬勃发展 预估2030年用电量将增长12%至13% 发展太阳光电不仅可提升台湾能源自主 更是确保未来经济的重要基石 新唐也在电视使劲望 唐吉安台湾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